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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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安德森整型外科診所院長 正明慧 常常在問如果甲體破掉的時候 會不會影響肌肉或身體或其他的情形 那目前即使甲體破掉 生理食鹹水漏出來以後 基本上會被吸收 那這樣子的矽膠是 如果破掉它也不會亂跑 它就黏在這個甲體的旁邊 那基本上是不會侵犯到肌肉層或是身體的 那二次熔爐主要是因為第一個是甲體破裂 那第二個是甲膜卵手很厲害 然後第三個是兩邊不對稱 那二次熔爐需要把剛剛講的這些問題一個一個解決 如果是甲體破掉就是要把它取出來 如果是甲膜卵縮要把甲膜拿掉 所以二次熔爐基本上如果處理得好 也可以避免再次的甲膜卵縮 那病人因為有前面的經驗也會比較知道說 如何再來照顧手術後的甲膜卵縮的情形 甲體如果掉下去掉到下乳線去 這個情形在熔爐的case裡面是算蠻常見的 所以在玻璃的時候呢 從液下做內視鏡的玻璃 在玻璃的時候一定要特別注意這個下乳線呢 或者是不能超過 那如果是要換比較大的甲膜 因為空間是有限的 也許要多往下乳線再增加一公分的玻璃 一般來講下乳線到爐頭呢 是差不多七公分 那最多是八公分 所以如果在手術中發現有玻璃太多的時候 是應該在下乳線的時候固定 那固定呢 從裡面固定是非常困難 所以從外面的皮膚 經由皮膚到肌膜 再到皮膚把它縫起來 把線埋到皮膚下面 那這個當然要得一點經驗 可以這樣來預防 現在就比較流行比較大的胸部 比較大的洗膠袋 就比較有機會 洗膠袋會往下滑下去 熔乳的大小 主要是第一個要問病人的期望 病人到底期望他是 穿衣服有乳溝呢 還是說他從外觀看起來很豐滿 這樣就可以 那有些人只是希望外觀看起來漂亮 不要變得覺得很異樣的眼光 那了解是要大一點還是要有波動 比如說要有波動 可能要放在胸大肌的前面 如果要大一點也是要考慮病人的 他的皮膚的特性 他的皮膚的送頂度 那另外比較重要的就是要看這個胸圍 如果胸圍越大的 可以家體放的越大 那如果胸圍比較小 就家體不能放太大 不能看起來就不自然 他的活動性的不好 那如果脂肪的厚度有捏起來有超過兩公分的話 是可以考慮放在胸大肌的前面 這樣是比較自然比較有活動性 但是這樣放也是要小心掉 然後掉這個細膠袋掉到下流下去 通常開完刀以後應該是第一個禮拜就要回來 然後再來是兩個禮拜 然後再來連續兩次以後一個月回來一次 才能確保這個細膠袋是在正確的位置 那按摩足不足夠 那一般來講 病人自己可以先照鏡子 站正然後看左右對稱 一般是要看這個縮 然後再來看這個下流線 然後看乳頭的位置 那這幾個點 這幾條線看出來以後 就知道直的跟反則是對稱 然後看下流線 乳房是不是有超出下流線 前腰下線 那前一下線一般的乳房 它會超出前一下線一點點 那這樣子它的弧度會比較漂亮 那所以第一個是要看對稱線 那第二個要左右移動這個甲體 例如 如果左右能夠移動超過兩公分 就是裡面薑膜軟縮是比較沒有的 如果甲體都不能移動 那大概是有可能開始有軟縮了 所以一般建議 如果是用平滑面的甲體 是應該按摩至少三個月 那有些廠商建議不用按摩 可能是有需要商量 因為這個空間不要加膜軟縮 就是要有一個空間 如果都不按摩 這基本上就是以前的 叫做龍毛面的這個洗膠袋 所以現在平滑面的洗膠袋 是建議至少要按摩三個月以後 那才考慮慢慢的介紹按摩 那疏後是可以綁繩帶 穩繩帶把這個連甲體連乳房 一起綁起來以後 它這個洗膠袋就會變寬 那就可以把這個空間撐大 那這樣子可能就是也可以一天做一次到兩次 一次一個小時到兩個小時 這樣就可以取代一部分的按摩 可以讓這個甲體的空間的變大 要將我們把它減少 將我們政府介紹 將我們享受減少 cave Conclusions